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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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鸽子刚才已经说了 今天既然来了 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我们要陪小石头一块死 说什么 陪小石头一块死 为了揪他 牺牲了七个兄弟 我们既然没有办法替他们报仇 只能陪他们一块上黄泉路 不能让小鬼子欺负 汉木丹 永久你就动手 动手啊 都准备好了 看到了 放开 快 捕着 快 熟熟 放开 快点 快点啊 快快快 快快 快点 刘财所是 航头寸通过 以后二十公里 之后要远国家 好 早上飞你 远国家 向远国家 现在这些人 是在乱沃河的工具中的 如果我们 能够 顽天阁和刘传书 的话 将军是 这个人 主帅 是 曹上飞 刘传书 确实相信吗 曹上飞 是臆病 没有 没有什么事 忘记了 这些防御团队 是我们的室室 长官 刘传书的刀包装 完成了 生命的危险 那是自己刺的 自己刺 忘记了 这些人是个芝麻剑人 不能被捕捉 这些刀很深 也不能自杀 也不能被捕捉 好了 现在还没有那些地方 我们将来 远远远远远 把刘传书 捕捉 大队长 刘传书 怎么了 鬼子和黄米狗追得太紧了 甩不开 老窝口有我们的人吗 没有 都带到柳道铺子了 按照原计划 一三中队回到孙家盘以后 陆书记应该带着一三中队 带老窝口增援我们 可是我们并没有确定 一三中队回孙家盘的准确日期 要是老窝口真的被鬼子堵住 后果不堪设想了 行了 别再犹豫了 既是小鬼子把老窝口 弄成铜枪铁壁 我们也必须撑过去 张立强 想尽一切办法拖住鬼子 是 我的人跟我走 好 行了 大队长 别担心了 大不了呀 我再让老天爷下一场暴雨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这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对吧 对对对 六三毛 那叫革命主义乐观精神 是吗 一样都是乐观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长官 电报 是谁的电报 是草山飞的电报 他已经到老窝口 他已经到老窝口 他已经到达了 等待了 他已经到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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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 了 什么 你还在疑人吗 我已经忽悔了 更早 他已经得了 , 陈近平 他已经被定管奉公 和实际权 从天堂武器 把我拼我 拼我 好 对 他把那些人拼到 军队 是 敌人 要保护 要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又见面了 草上飞 遇到你肯定没什么好事 您咱知道没好事了 我看未必吧 打 谁也打不响 打不响啊 我打不响啊 打不响啊 他可以给我打 你 打不响啊 你 打不响啊 你 打不响啊 谁说我毙了谁 我们下车的手机 下车的手机 我们下车的手机 下车的手机 下车的手机 咱那枪都没有 跑吧 中几队 撤吧 他跑 撤了 是有情况 跑什么跑啊 管你盛事了 我告诉你 在战场上当逃兵者 我可以对你就地正法 川叔 雨枪 后面的鬼子和卫军 距离不到一里地 我们先撤 回去和大论长会合 好 你开枪啊 开枪 开人 开一个试试 这太阳亮了 走走 我给你 你等着 太监 太监 草山我非要当逃兵 说上了你 谁逃了 先生 别醉 我问你 雨传说是怎么撞出去的 大军 他放过去的 是我撕了你嘴 都不是 大军 也不知道卫生了 我们的枪都卡壳了 是不是 这样了 有你想换牡丹的功夫 好好把两把有枪了 放你那样狗臭屁 你再支我你 我什么吹你呢 我 你 扛费你烦了你 起来救手 军山 来救我 大军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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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到底怎么卡的壳 大军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卡的壳 所有枪都卡壳了 也许是子弹 子弹出毛病了 这件事情 我会查清楚的 下来 出发前 曹大长 他发现 准备队弹药 一万发的銃弹 以后 四千发的撤折弹 有谁 是谁 撤折了 你 快 快走 快走 也就削成这了 凑乎吃吧 伤胆样好点没 好多了 我那一刀就没多深 但是压上我有神药 你放心吧 半天归一 没有为难你吧 都阴风过去了 你这个女子呀 她胆子比天都大 不是我胆子大 是我想 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那个 这么长时间 我也没跟你说过 我为啥干图给你了 你那年 你这人给爹娘报仇 杀了我们侧儿的恶霸 没办法 谁不想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你要干什么 我亏欠你了 是哥 任意跟着你妹妹 你跟着一个人 我会想做个堂堂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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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莉莎的声音捕捉 牢人不捉咬 私が尋問する 是 長官 吉田将軍より電報です 読 寫 寫 坂田典一君 你就是豚 不,豚也不及 你很久接受了 你能不能說一句話嗎 繼續 中國有一個敵人的敵人 劉鳥安秀就是你的敵人的敵人 又有這種說話 南極北 雛隊離開了你 你能活動 什麼 我會逃走兵嗎 我没有杀了 我没有杀了 刘传将来杀了 他在帮忙 刘传将来杀了 大家一起来 走 豚哥 刘传将来 你们是豚哥 大队长 刘参谋 我们真的该走了 能不能请你 帮我给延安保育院的院长 带句话 什么话 你就说 刘参谋跟我 想做小豆子的爸爸妈妈 这句话我一定会带到 我想组成会批准的 对了 小豆子 阿姨有一个礼物要送你了 来 拿好了 这支笔啊 阿姨送给你了 等我们小豆子长大了 会识字了 就用这支笔来写信给爸爸妈妈 好不好 好 真乖 来 小豆子 你听好了啊 等你长大了 我就要你做饭 既是不当厨子 也可以伺候媳妇 这只要你爱她呀 这伺候她 不丢人 当着孩子面 你胡说什么呢 我没胡说啊 她能听得懂 你看 她都笑了 大队长 我们真的该走了 亲属于口 真乖 他 让她回它 走吧 路上小心 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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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大分校学习结束了 啊 结束了 哎 听说咱们前一阵子跟鬼子打了一招 嗯 是打了一招 损失惨重 赵教官牺牲了 有赵教官牺牲了 要不是刘苍茂让王二汉乱改命令 赵教官或许不会牺牲了 乱改命令 怎么回事 我也是无印象听说的 哦 当事情关上这个 你回来得正好 中心县委决定 由你担任青年动员委员会主任 哎呦 这个担子有点重吧 你要勇敢地担起来 现在游击大队整编在即 我们肩上的担子都非常的重 我听说这次护送烈士遗孤的任务 我们游击大队损失惨重啊 四十多名同志牺牲 包括赵承胜 游击大队整编成新六团 组织上决定 让赵承胜担任团长 可是我怎么向组织交代啊 这个王二汉 要不是他假传命令 就不会捅这么大娄子 你说什么 王二汉 下面我代表组织向你问话 当时你们游击大队长下达的命令是什么 大队长说让我回孙家盘 告诉你们 以宋子庙为中心展开搜索 那你当时为什么告诉我 要游击大队在老沃口两侧展开搜索 因为我觉得刘参谋的话是对的 王二汉同志 你凭什么说刘传说说的是对的 因为他每次都打胜仗 即便是他每次都打胜仗 但你知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没有长盛将军的 知道 既然知道 那就说明你承认了 刘传说也会打败仗对吧 你这话是下套绕我 潘主任不是在下套套你 潘主任是在跟你讲真理 你们也不要为难二汉了 事恶暗示他这么做的 走之前我给二汉嘟囔了两句 我说如果假扮在的话 一定会听我说的 你们也知道 自从假扮牺牲了之后 二汉一直想代替他的位置 代替假扮什么 受我欺负啊 你说什么 行了 老木 先别急等 二汉您下去 走 刘传说 如果当时你听从了 王天歌同志的秘密 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牺牲 你认不 我不认 为什么 我了解板田贵 他一决屁股 我就知道要放胜屁 反田贵一定会在宋子庙 设下重兵埋伏 你说的这种情况 现在无法核实 按照你的判断 从柳条铺子到老窝口这一线 鬼子没有布置兵力 对吗 对 那你衙头村的战斗 是跟谁打的 赵长盛是怎么牺牲的 你们怎么又险些在柳条铺子 被鬼子围 计划赶不上变化 鬼子有电台 随时随地可以改变作战计划 我才说 那我就不明白 既然你知道 版田归一 随时可以修正计划 你为什么不在行动前 提前预备好方案 对呀 你为什么不提前制定一个预备方案 我说你们都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我没什么可跟你们说的 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 四十多人牺牲 包括赵长盛同志 我的心里在流血 陆书记 您先别激动 我觉得您这样说流传说 对他不公平 怎么不公平 把他捧在手上 顶在头上 这样就公平了 老巫 不 没那么严重啊 天歌同志那是老党人 他有着很高的政治觉悟 我不相信的 老林 你别不相信 王天歌 现在跟刘传说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被爱情冲锋了头脑 六条铺子的战士和干部 都看到他俩手拉着手 不可能 咱们再谈工作 能别谈个人情感吗 我也想把两者比清楚 但是不能 王天歌 现在已经是晕头转下 甚至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 够了 没办法是吧 你看着 郭叔叔 你能不能说这句啊 坐 这次在康大分校学习 时间虽短 但自我感觉收获颇多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拿起武器抗击日本侵略者 那就是我们共产党 我们八路军的朋友 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 但是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士 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小潘 说得好 继续 你 刘川说就是这样的人 从来都是以结果 来标榜自己的正确 从瞎子骨开始 到这一次的柳条铺路 他是个机会主义者 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不按纪律办事 视纪律为俯儒之论 他的信条就是 成者王侯败者寇 根本没有革命理想 永远把自己凌驾 于党和组织之上 具有根深蒂固的 个人英雄主义清洁 他就像一个炸弹 能炸死敌人 但可怕的是 也能在我们中间爆炸 敌人做不到的事情 他能做到 像他这样的人 会给我们党和组织 还有我们的革命 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 放你娘那狗屁 看到了吧 像他这样的人 必须立刻清除革命队伍 老子他娘的心 清除你 陆山主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你 你先清除你 你 你干什么 给我 陆山主 你干什么 陆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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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 把我放下 陆书记 这都快三个小时了 手术怎么还没结束啊 陈书记 陈书记 医生 医生 怎么样了 情况怎么样 说实话 弹头已经取出来了 不过 这次击中的是心脏 情况十分危急 首长 请您做好心理准备 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救货书记 没事吧 红天狗, 再第六是 对了 你必须要死吗 这不太信心了 你 八路怎么办 八路的規律常常是厉害 王天阁可能已经被决定了 那么刘传说 他们怎么办 刘传说 这就是汪天群的方法 全都放在竞争上 可能有可能 竞争上 好 首长 喝水 林参谋长 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 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啊 你什么意思 给老陆办后事啊 也是也不是 别吞吞吐吐的 有什么话直说 你说这陆书记 一旦要是真牺牲了 组织上会怎么处理王天歌呢 这件事情 我还没有向组织上汇报 那你想啊 一般情况下 组织会怎么处理呢 应该 肯定是要抢你 林参谋长 在组织面前 我是绝对不会隐瞒事实的 刘川说打鬼子 这个我认 但是 他为了王天歌 可以做出任何事情 我还是那句话 他就是一个炸弹 随时可以爆炸 有可能就炸死我们 我同意你他管你 这样 你来安排 加强对他的看管 是 老林 我不行了 不要打断我 我相信王天歌同志的政治觉悟 他绝不会开枪打我的 这一枪是走火 我认为你 我让你 一定要保护好王天歌同志 答应我 不认为你 王天歌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我够爱的 小白 今后 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 我已经向上级打了报告 推荐你 担任新流团政治部主任 书记 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 时时刻刻拿你当榜样 我真希望 能够看到可怜胜利的那一天 书记 书记 医生 医生 你不能救救他呀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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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书记 他怎么样玩 十几分钟前 陆书记牺牲了 这 怎么可能 书记 书记 林中前还在为你袒护 让林参谋长想尽一切办法保护 让我和田哥同志担当谈谈 林参谋长 你得好好开途 嘛 安 小王同志 潘主任 你先去吃饭吧 我帮你盯一会儿 谢谢潘主任 潘主任已经答应我 会小口如瓶 我会向上级解释 是枪走的火 陆阳误伤了自己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这叫欺骗组织 我知道我是在犯错 而且犯的是个大错 但是没办法 因为我爱你 我决定了我要娶你 你要娶我 这大概 就是你愿意犯错误的条件吧 如果我如实向上级毁谤 你一定会被扳死心 你可以不在乎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不能 再说了 你是党的优秀干部 只要你肯悔过 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业 我真是没有想到 你一个酒精沙场的两宿干部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因为我说过 我爱你 对不起 我已经心有所属 把你的爱留着给别人吧 你放心 但是 我一定会从刘传说手中 把你夺回来 我越发觉得 潘石杰说的是有道理的 我错看了刘传说 是刘传说错看了你 组织上已经责令 让我去调查出 赵汉章灭门和柳条铺子 护送烈氏遗孤的事情 刘传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结局 是继续留在革命队伍当中 还是被清理 那得看你 清除 什么意思 你认为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什么意思 你无耻 好好想想吧 尽快给我答复 你 你 明洛乡 你不起 你开了 我起了你 陆书记 离开了我们 再说一遍 陆阳同志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组织上会咋处理大队长 很有可能是枪决 你说声 不要激动 林参谋长已经在想办法 保护王天歌 希望你配合不要自事 我自事 是 林参谋长在用婚姻保护王天歌 这也是组织上的希望看到的 至于你 赶紧离开我们队伍 我们组织上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你 刘参谋 你别让我为难 大队长 吃饭吧 你能帮我 给刘川说带句话吗 好 告诉他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要相信我们的党 就算是我被枪决 也不允许他胡来 我希望他能立志留在我们的队伍里 继续打鬼子 继续书写属于他的传书 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去吧 站住 同志 让我进去吧 我也跟刘参谋说句话 就一句 不许你 就在这儿说 刘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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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寺也是一样 你们要理解大队长一片苦心 那 你们看着我做事 咱们之中 你职务最高 中最正 恶门当然得听你的 与其让厨子去捅破天 还不是让恶门去 你胡说肾 老炮不是胡说 人家那说的是心里话 可这么做十番错误 我都说过了 这个天让厨子去捅破 还不如让俺们去 错误兄弟们犯 二汉 作剩的 我们要把你跟大队长救了去 然后到根据地总部去领罪 你知道这么做 会有肾后果吗 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管砍头还是枪壁 我们认了 站住 让我进去 门离参谋党和潘主任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靠近 把门砸开 柳川说 你不能砸 为什么不能砸 我已经让我的警卫员 烧话给你了 你为什么不听呢 他们要枪毙你 你为什么不听呢 我不会撇下你 我不会撇下你不管的 可是你这样做 我会死不瞑目的 我不会让你死的 你听我说 打陆书记那一枪 是我开的 杀人长命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传说 我要感谢你 感谢你给了我一份真挚的感情 感谢你让我品尝到爱情的甜美滋味 要是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 那就是 还来不及把你改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 大律长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背叛革命的 我知道 那你就听我的 现在就离开这里好不好 你们要干什么 你说我干什么啊 要不是你这个王八高子张嘴狐猎猎 老子就不会开枪 陆书记就不会死 刘传说我告诉你 我没有狐猎猎 我说的都是实话 一针见血切入你的要害 撕掉你这个伪革命者的面具 换句话讲 即使我说错话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就不会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志 我没你这样的同志 老子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 老子他们掐死你 我 走走 把枪子给我放下 刘传说你完了你 你劲死完了你 快开门 放开我 把门给他打开 是 快开门 刘传说 王天哥 你的紧闭还没有解除 怎么呢 不服气啊 再来 您跟我小 直呼我的性命还是什么 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看来你是下定决心 想离开革命队伍 我生死八路的人 死死八路的鬼 我心里只刻着共产党三个字 巧说如何 我说的都是心窝窝的话 你敢说心里话吗 哪一句 假公济私 我最多是公私兼顾 我爱王天哥 我用我的方式保护他有错吗 你是在强迫他 那是你的理解 你根本就不懂 什么是革命者的爱情 革命者 就你 我看前面多加一个字 为革命者吧 这个话还是从潘世杰那里学会的 我觉得非常适合你 柳神叔 不许你这样说 首长 首长 首长再大握不了三根筷子 是首长 那就得跟讲理 好 那我就给你讲讲道理 老陆 老陆 是你们的革命战友的 他也是你们的领导 他在临终前 再三嘱托我 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好好照顾王天哥同志 潘世杰 当时你在场 是这话吗 是 语初 你跟王天哥同志 相差太远 你给不了他幸福 所以我答应了 好 您莫乡 你说得没错 刘传说跟我 差距非常大 当他来到革命队伍当中的时候 我已经是一名团级干 可是他呢 他还是一个 连普通战士都算不上的伙子 他这个人 有很多很多的缺点 他的缺点 多到他这一生 可能也无法改正 可是他爱得真实 他爱得热烈 他爱得没有自我 他爱得不求结果 正是他这份真实 我被他感动的 也不一样 你 你在战场上 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 流传说穷尽这一生 可能也无法到达你现在的高度 可是你不要忘了 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在打架 我们总要把鬼子赶出去 我们总要过上幸福和平的生活 那个时候 我只需要一个疼我 惯我 呵护我 愿意保护我的力量 我愿意和刘传叔 共度我的下半生 王天哥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不觉得自己像是无病身影吗 这不叫无病身影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好 我告诉你 战争还没有打完呢 我一定会用我的办法 把你改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爱情里面没有改造 真正的爱情是要一起牵手相互成长的 你知不知道 好啊 你不是想跟他一起成长吗 我代表组织宣布 撤销牛川上一切职务 开出革命队伍 林洛乡 你没有资格这么做 王天哥 王天哥 门开着呢 我没拦着你 小秋秋香的门心 看看个暖亚护黑 看这个月亮你 站在里呀面眼泳 敬天 优伟 花儿乱 芽儿游 芽儿游 投沿回向 几个人像的马 呀不爱 香甜了三天吃 赌下一口怀 鸭儿游 想你呀 想你呀 是个咱咱想你 鸭呼喊 鸭呼喊 三天我没吃下一颗颗泥 鸭呼 鸭儿游 四一 哼 三千六 不停地爱你 要护黑 为此你爱不爱 年轻的这个月 哪儿有